其實我們在說 剛剛為什麼這個船會造勢逃逸 有什麼浪槓 這其實後面是有一些玄機的 因為傳出這一艘船是什麼 是非常神秘的 中國他們的這個什麼兩棲艦 登陸兩棲船物 而且它的體型是非常龐大的 是神秘的龍虎山號 它的龍虎山號是 洞七夭型是兩棲登陸攻擊艦 攻擊艦它其實的盾位 是非常大的 2.9萬盾 其實在中共的軍艦裡面 除了遼寧號之外 第二名就是它的了 然後它這個兩棲攻擊艦 登陸艦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邊 因為現在中共在欺負我們 在沿海這邊四個地方做軍演 然後軍演除了東山 在浙江那邊 周山群島那邊 在金門的東南方這邊 也來軍演了 所以它出動了這一個 兩棲登陸攻擊艦 它意義就是說在威懾我們 嚇我們 而且才同時 昨天的時候還有六艘軍艦 又從我們的東邊繞了過去 你看中國就要欺負我們 而這艘軍艦它出來的話 就代表著要進攻登陸 因為這艘船 中共特別把從2007年開始打造 我們不是有磐石艦嗎 磐石艦是2萬噸的 它看到說你台灣有2萬噸的 它就做了2萬9千噸 然後越做越大 我們只是油彈補給艦 它就兩棲攻擊登陸艦 所以它上面操作的人100人 可是可以載800名海軍陸戰隊 可以載800個人 800個人 所以它攻擊的時候800人衝出來 而且你看它上面除了炮火之外 它上面還有直升機的停機的位置 可以放6架5直8 5直8 5直10 那個兩棲攻擊的直升機 然後就可以載到我們沿海附近 直接一起來就可以進攻我們了 而且它上面的船艙裡面 還放了可以放4到6架 它們的99或96戰車 所以它們可以一登陸 就直接衝了上來 或是它們昨天講的 洞武士的兩棲登陸艦 都可以直接放了過來 所以它就故意的拿到這邊 它已經開始做了4、5艘 又叫井岡山 又叫龍虎山 好像都是中共的神山 或他們的聖山 井岡山是他們起家的地方 然後龍虎山是道教裡面的一個聖地 都取了這麼偉大的名字 其實都是充滿了攻擊 邪惡和侵略 他們的船艦是用一個山為名是不是 井岡山 龍虎山 所以有昆仑山嗎 那還沒有出來這個 但是他們有昆仑 但是還沒有昆仑山 有沒有原本山 井岡山 龍虎山都有 然後可是他們做得這麼兇的 你看這就是他們的船艦 長舊210公尺 寬28公尺 然後裡面有這個艦炮對不對 最重要是900人 6架的58 5010的直升機 就是專門攻擊用的 可是面對這樣子 我們會怕它這些船艦嗎 我們以小博大 我們小小的飛彈 就可以把它給幹掉了 我們昨天講的是 最近我們不是講說 我們昨天就講到魚沙飛彈嗎 魚沙飛彈全世界 也只有我們台灣有 而且是台灣才有空中可以發射的 然後事實上我們在東海那邊 就在我們的東南邊那邊 九龐灣基地 試射給你看 總共打了117枚的飛彈 12種飛彈 通通打出去 除了魚沙 除了各種雄風之外 你看到4萬磅的炸藥 通通炸出去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飛彈的精準 和精實到什麼程度 命中率98.1% 幾乎是打出去之後 通通都命中 117發 幾乎全部都打得中 而且裡面最好的是 我們有一個 連美軍都哈得要守的飛彈 雄山飛彈 因為美國給我們魚沙飛彈 它的速度雖然也似乎去之後 可以貼海對不對 速度只有0.85馬赫 0.85馬赫 容易被雷達給偵測到 容易會看到 可是我們的雄山飛彈 是2.5到3馬赫 那個速度之快 也是貼海飛行 而且我們貼得更低 可以到30公尺 人家的那個魚叉飛彈 是60公尺 30公尺的話 你那個整個雷達 它的雷達在什麼掃 你根本掃不到海面上 過去之後速度 而且我們這最後會加速 最後加速雄山 直接把你撞上去 所以美國想說 美國都沒有做出 超音速的反艦飛彈 台灣自從 倒是不小心誤射之後 美國想說 我們要 加厲害 加厲害 而且美國怎麼講呢 美國還有Gay先說 你能不能把你們的 雄山飛彈的這個導引參數 尋標參數 給我們美國參考一下 以免呢 我們你們將來的雄山飛彈 不小心誤擊美國 想問我們怎麼可能誤擊它呢